笑 不笑 笑 不笑 看出来了嘛 爱笑的女生不一定运气好 但是这个眼睛一定会变成调形马 嫌老的被20岁的叫阿姨 被40岁的叫姐姐 被40岁的老大姐出一只味儿 却不却老伴 这一个时候 那就要懂美妆的粉丝就输了 你总为眼霜会出手 但是10个人里面有11个人的 那个眼霜用法都是错误的 越用门越多 你去所有眼霜的使用 一般都会告诉你 从内眼角拉到外眼角 逆视针打圈 但是这样就很容易拉扯咱们的眼皮 尤其是这一条细纹 你看见没就很容易越拉越深 而且这个非常的讲究 咱们这个手指的力道 一个把握不准 还会容易造成一些 皮肤组织的损伤 正确的涂眼霜的手法呢 就用一只手 把咱们这个内眼角的地方 先给它撑开 就把底下皱纹的地方都撑开 这样子你后面涂那个眼霜的时候 就能覆盖到每一个位置 另一只手 再用黄度力这么大的一个亮的眼霜 点在咱们这个眼周 轻轻拍开 从内到外轻轻拍 记住了 千万不要拉不要扯 就是给它轻轻拍开就行 多余的上眼皮 也是轻轻的给它拍开 记住了 不要拉扯 让这个眼霜均匀的分布在咱们这个眼周 接着呢 再去轻轻的点压 也是从内到外 让眼霜充分的被咱们这个皮肤吸收 大概两到三天就可以了 上眼皮也是一样 没有拉扯也不会长新的皱纹 对力度也是没有要求的 最后 咱用双手搓着手尖 轻轻的覆盖在你整个眼部 加速吸收就可以了 OK 先学着吧 OK OK 中文字幕——YK